第三卷 第五章 在我見過的空案現場 都可以用血腥、恐怖、殘酷以及詭異去形容 但是梁定國帶我們看的這個空案現場 就是唯一的例外 我在路裡試圖找到一個合適的詞去形容 我想了很久 想到的都是與空案格格不入的詞 唯美 中洲濕地森林公園 在冬天的時候 放眼望過去都是玉樹瓊之美不勝修 風夾襲著樹木的清香迎面吹過來 樹上面的銀條和雪花慢慢地跌下來 玉舌一樣的雪末隨風飄揚 影著這個清晨的陽光散發著晶瑩剔透的光芒 好像將我們帶進了一個童話世界裡 童話裡有王子和公主 現在她只是坐在長椅上 美麗的公主 靠在王子的肩膀上 張開眼睛 張開眼睛 跳望遠方 憧憬美好的未來 只是我們在她面上沒有看到幸福和甜蜜 王子和公主的胸口裡有抹過紅色 在這個白色的童話世界裡顯得特別聰明 擠在地上好像綻放的花朵 死亡時間超過48小時 根據現場的血跡分佈以及私斑推斷 這裡是第一個案發現場 初步屍檢 男女受害者 都是阻控被利器造成致命刺傷 具體的情況 要等屍檢以後才清楚了 陸雨晴脫下的口罩 我們已經一個月沒有見過她 司檢拜訪的姿勢很奇怪 而且女性死者還要化過妝 我感覺到這宗案很QK 所以叫梁隊請你們過來看看 梁定國跟著說 這宗案當中一共有三個受害者 警方在距離三百米的草叢裡 發現了一個男死者 他後腦中槍身亡 死者名叫陳國興 是在森林公園裏面做環衛工人 退冊是無意當中發現死者行兇被滅口的 我問 男女死者的身份確定了沒有? 梁定國跟著說 在死者身上的錢包裏面找到身份證 男死者的名叫吳 警成把手放在嘴邊開著熱氣 他叫什麼並不重要 死者和兇手沒有關係 梁定國大吃一驚 跟著說 沒有關係? 那兇手為何要殺他? 警成環視四周之後 走向了遠處森林那條小路的一張長凳那邊 他坐下來很平靜地問 這場雪是哪一天開始下的? 梁定國一面的惡然 他應該不明白落雪和兇手有什麼聯繫 但經過上次杜職雲的案件 他明顯對警成很信服 於是立即和警員核實 很快去證實大雪是兩天之前下的 警成的目光看著我身後 冬季是打獵的季節 有經驗的獵人會選擇一個地方折服 這個地方必須隱蔽 同時能夠清楚地觀察到獵物的蹤跡 我順著他的目光看了過去 透過草叢的納粒 剛好可以看到對面遠處的兩名死者 蘇錦即時反應過來了 兇手當時就躲在這裡 這個並不是重點 兩名死者來到這裡的時候 還下雪 如果兇手是美除而至 這樣坐在椅上 應該有積雪才對 我的目光落在警成 坐著的那張長椅旁邊 那個位置上面只有零星的雪花 兇手比死者更加早潛伏在這裡 兇手的身體遮擋了落雪 所以長椅上才會那麼乾淨 警成掩額頭 中洲濕地森林公園是開放性園區 而且佔地面積很大 兇手如果對死者預謀行兇的話 兇手根本上 沒有辦法判定目標會不會出現在這裡 兇手是在這裡守株待兔 死者被殺的原因 只不過因為他們剛剛出現在死者的視線當中 梁定國一頭霧水了 那麼兇手的殺人動機是什麼? 蘇錦咬咬咬唇 然後表示疑惑地問 既然兇手是隨機挑選目標 首先可以排除受殺和懲殺 我剛剛留意到 男死者手上帶著的標價值不非 屍體身上沒有被翻動過的痕跡 掌劫殺人可以排除了 好像真的找不到兇手的殺人動機 在一件兇案當中 不能夠確定殺人動機的時候 這樣說明 沒有辦法動息兇手的內心真實需求 在這種情況下 要面對的兇手 我稱之為怪物 我大吃一驚就看著警成了 兇手殺死兩個人的動機 就是因為心理扭曲? 是 不過 警成先咬咬頭 然後又領領頭 目光注視著梁定國 兇手並非只是殺了兩個人 你這次要追捕的是一個連環殺人狂 我們全部這樣呆了 還有其他仇害者? 兇手在行空以後 重新擺放過死者的姿勢 而在這個過程當中 死者的眼睛是睜大的 正常的人出於對死亡的恐懼 沒有辦法做到直視死者的傷眼 但是兇手顯然不為所動 這種心理麻木的表現 講明剝奪其他人的生命 對兇手來說是習以為常的事 我轉身對著梁定國說 任何連環兇殺案的兇手 都有著自己特有的行空方式 如果這不是兇手第一次犯案的話 這樣在以往的兇案當中一定有類似的案件 警成說 至於兇手行空的動機 我應該猜到了 陸羽晴問 這是什麼? 警成的視線 向著對面遠處的兩名受害者說 就是他們 梁定國一面亡言 你不是說死者和兇手沒有關聯嗎? 死者和兇手沒有關聯 但是兩名死者的關係 對兇手有特別意義 我一頭冒水 我眉頭一皺 思索一會兒跟著說 死者的關係? 兩名死者是情侶關係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兇手殺了他們? 警成的聲音平緩 然後自信 他跟著說 男女死者被刺死之後 擺放成為互相依偉的樣子 我現在坐的地方就好像觀眾席 這樣兇案現場就正如舞台 兇手在殺他們之後 又重新回到這裡 兇手在欣賞自己排演的死亡表演 這是出於兇手對愛情的憎恨 所以兇手才會長時間折服在這裡等待 傷愛的情侶就是兇手的獵物 蘇錦提出質疑了 如果兇手的殺人動機 是因為在感情上受過創傷 這樣 任何情侶關係的男女 都會對兇手產生刺激 但問題就是 情侶關係太常見了 難道兇手見一對殺得對了? 警成兇友成竹地對我們說 兇手在行兇之後 對女死者化過妝 如果你們仔細地留意 就會發現 女死者的妝容畫得很純熟 但跟她的年紀並不吻陷 說明 兇手經常對一個女人 反覆地化著同樣的妝 而這樣的妝只會適合中年女性 由此可見 兇手是一個男性 男人為女人化妝 屬於順從的行為 可見 兇手對她和這個女人之間的關係 極其地看重和依賴 兇手殺死女死者之後 還要為她化妝 這種是補償性的遺跡 兇手將她幻想成為自己愛慕的那個女人 說明兇手失去了她 正因為這種關係的終結 導致兇手開始行兇 梁定國神情嚴峻地說 這樣說 兇手還會繼續殺人 竟成心心地吸一口氣 對著梁定國說 男性接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 從小生活在國外 有正常的社交圈和人際關係 性格謙虛堅毅 善於克制自己的情緒 而且接受過長期軍事的訓練 啊!記住 這一次你要抓的不是一個普通的兇犯 而是一個心理扭曲的殺手 殺手?我們全部都大吃驚 兇手來到這裡的時候還下雪 正常人是不可能在冰天雪地裡接服幾天的 除非是接受過肉體耐力、自律能力 和強響的精神忍受能力的軍人 而且兇手挑選這個行空地點 從軍事戰術上來說 將會是最好的伏擊為止 竟成一邊講一邊撥開前面的積雪 一堆燃燒枯枝被掩埋在下面 兇手在這裡透火取暖 離開的時候他掩埋並非掩藏行蹤 這是源於長期野外生存訓練的習慣 那身高和年齡呢? 之前的竟成對兇手進行心理側寫 都會很全面 但是這一次就漏了這兩點 竟成望向陸宇程跟著說 這些需要他告訴你們 我? 陸宇程不知所措地說 司機沒辦法確定這些訊息 兇手有超乎常人的耐力和忍受力 他的行為一直受到軍事訓練的影響 伏擊的時候要求軍人保持姿勢 所以兇手坐在這裡的時候是不會動的 竟成蹲在雪地上輕輕地抹了積雪 下面泥臨潮濕的土壤當中出現了一雙清晰的腳印 兇手太過於專注自己的獵物 以至於他忽略了這個細節 提取這雙腳印化驗就可以知道兇手的訊息 要我做一般的殺人兇犯也沒問題 但是這一次啊 梁定國摸了摸他下巴的鬚根 他欲言又止 或者是經過倒極雲案件的原因 他現在對普通凶案和怪物也有了重新定義 能不能請你們協助調查這件案件呢? 我沒興趣 還沒等我開口 竟成已經莫然地拒絕 梁定國一面失望地嘆氣 他知道對於竟成來說 除了凱撒任何事情都不會令他在意 他能夠心甘情願留下來進入專案組 也因為這個原因 我不知道應該怎麼向梁定國解釋 陸與晴就說了 梁隊啊 我手裡還有一件案件沒有進展 實在沒時間協助你了 這樣吧 這宗案件有什麼進展 你多和我們溝通吧 我能夠幫你的地方 就一定幫的 我能夠幫你的地方 我能夠幫你的地方 就一定幫的 你多和我等在一開始 你也不可以別人